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斗舞对战机器的第二局上半场胡锦春 这边马哥是打的一个张狂加封窗的破轮 这个封窗呢他只有一个窗啊 或者两个窗吧 这张地图的话其实只有两个窗有封 一个就小船一个就小房 他这边不带底牌的话难道闪现闪到底 闪现闪到底的话还是蛮吃前期节奏的 还是蛮吃节气节奏的 因为张地图的破轮呢 其实前期带个如果带个底牌 前期带个闪中期 比如说切个节奏军事一点那种 比如挂飞一个还有三个人 然后还差一台机那种 他可以切插眼 或者说如果你打近一点可以切失常 但是不带底牌的话 这是一个40秒CD 这啥失常是到底啊 精深 带了一个精深破轮 精深破轮前期的一个机导节奏 那真的很看基本功了 撞脸撞到祭司 这个点会撞到祭司还可以啊 这就我刚刚给大家讲 就是张地图的祭司打破轮 他看位置的 你位置好你祭司玩的动 你位置不好你祭司玩不动的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一下有了 第二一下 丢夹子 夹做板子破掉 能追一刀吗 一个洞打 那马哥这边再丢个夹 不行 感觉这个位置再滚一下以后 追一刀也可以啊 因为他没夹子了嘛 这边通过变形态轮形态滚的时候 续一个夹子 续完夹子以后后续夹子夹到以后一刀也可以啊 他不带闪现是真的自信 我觉得带闪现可能稳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啊 当然他带个金身的可能会给到球员者一些surprise 祭司的话手里还有一个洞 这边应该是打洞进船 贴边打洞进船 破轮这边金身过洞 但距离上面不够啊 这刚好有一个交互点 这个金身交的感觉效果很一般 击球手来了 听说你金身把球交了是吧 这还是个慢翻 夹子的话鸡也是帮忙吃夹 祭司一个翻板拉走 金身手这边 波波这手好像没打到 没打到再补一个爆发球可以 那这样的话这个祭司算是活了 因为马哥这边的话就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祭司了 他只能外置位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不换节奏抓机械师 还有一点就是他存在感太少了 他的存在感祭导也到不了二阶 到不了二阶你前期劣势的话 一刀可以 差一刀到二阶 差一刀到二阶 我们看薄命的一个安排 薄命的话病患有一个薄命 机械师有一个薄命 双薄命 外面机子已经是三台多了 机械师的娃娃这边亮了以后 甚至还可以去再补一台 其实我觉得这娃娃如果绕过去修二楼的机子也可以 现在机子也就是差最后一台了 机械师 但凡能卡半救下来 我觉得这个局穷着又可能哪一个四人开门站 丢夹 打针对吗 打了一刀 机械师 到二阶 然后戏血悲观来带这边的机球手 但是机球手有一个点 就是他的球是可以打断戏血的 所以马哥这边得滚两下 滚两下的话薄命时间差不多就结束了 这个时间结束 穷着机子就够脱开了 我觉得这把马哥有点悬了 还是前面说的 就是这个金身带的有一点点 有一点太过于硬了 可以打的稍微柔和一点 就打的中性一点 打的偏中间一点 不要这么激进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戏血 直接一棒子打开 那就看家 夹着板子破 机有手 往前冲 有爆发 但是来不及下板 不过问题不大了 这边最后的话 看谁来救 病患已经来了 病患已经来了 机子的话应该是连了大洞 所以说机子应该够了 这波就算震慑 我感觉也 他是选择再来控场 再来控场 祭司这边 这边上戏的祭司 他刚才是想打洞还是怎么说 在这边没洞 倒在这个位置 那破轮这边的话 如果这个时间点 他能够开轮形态 来拦住这边亮机的一花 我觉得这边穷者来救人 他是想救下来 然后再让这边的一花去把这机子补亮 吸血CD 美好 差了0.5秒 我们看到他是在零的时候变形态的 零的时候变形态 机子能不能亮 好像差了一丝丝 场面上有两个上挂飞的人 但是马哥没有挽留 这边的话机械师再来救一波 让这边的机球手贴门 机球手被通缉到 机械师这个位置好像够了 选择先去找机球手 先去找机球手 因为通缉到机球手的 然后这边通过戏穴悲观 马哥这边的话 看一下 夹子 机子直接点亮 不给你打这一刀的机会 然后起爆发 翻窗 有 没有机会穿个洞啊 他拖时间拖时间 这里祭司好像还想帮忙打一些辅助洞的意思 但来得及吗 祭司卡 可能要打成一个三跑起步 真四跑了 门的话再点 门的话再点 两个人穿洞走 一刀 机球手倒地 前面是地窖 开门走 球者这边的一个残局安排 非常的完美啊 这边直接是个地窖 只要祭司能走应该是一个四跑了 还是那波就是精神过洞 没能够击倒 他精神过洞如果能击 还行还行还行 差了一秒钟 他如果精神过洞能够击倒这个祭司的话 其实没有这个机球手什么事情的 因为当时机球手过来的时间是不够的 那一刀没打到嘛 那一刀没打到的话就亏了很多了 我们稍微休息 看双方大家第二局下半场 我讨厌 整个小刀 已是犯了 再去